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这起违规回转酿程的翻车意外 在宜兰的江西路口今天上午9点多 有一台自小客车停在机车带转区 没有注意到路况就直接违规回转 去撞到一台直行的小货车 造成小货车失控侧翻滑行好几公尺 而这一幕刚好被后方一台救护车直击 救护人员也立刻下车救人 幸好货车驾驶只有轻微受伤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轿车 停在路旁的机车带转区 下一秒违规回转 一面撞上直行的小货车 小货车失控翻车滑行好几公尺 惊险瞬间全被后方的救护车直击 救护人员立即停车 爬上侧翻的火车救人 撞击发出的巨大声响也吓坏附近居民 事发在宜兰县礁西乡礁西路口 二十号早上九点多 一台交车疑似为主义来车 直接回转酿货 当时直行完毕的救护车正好经过 立即下车救人 还好货车驾驶只有轻微受伤 这一撞违规回转的轿车车头扮回 只是看画面 小货车车速疑似也不慢 照着比例都还要再厘清 记者宜兰综合报导